186 明報 成功補七內地股市料短期回穩 2015年7月22日每日理財B06基金超市王展威上星期 環球股市普遍向上 其中,入境平均指數於上星期升4.4% 以當地貨幣計算,成為表現最佳之市場 巴西股市則受商品價格下跌而受壓 巴西聖保羅指數於上星期的0.5% 以當地貨幣計算,成為表現最差之市場 希臘問題解決利好環球股市希臘問題中在上星期暫時獲上句號 經歷多輪談判後,希臘終於屈服 並接受歐盟提出的緊縮方案 事實上,希臘總理齊普拉斯態度一直飄忽 但最終除按旅肉行肝堂而拖棄,當中同意的改革 包括將總值約500億歐元的國有資產轉移至一個信託基金中 並進行私有化 同時,歐洲穩定機制ASM的貸款援載 也需要在希臘國會立法通過簡化增值稅及退休金等改革後財會發放 由於相關的條款較公投前更為嚴苛 有市場人士認為市建可能會觸發希臘提前進行大選 不過,希臘問題暫時得以解決,已令市場非常受落 環球股市亦因而受到支持,股值偏高而減持巴西基金美國方面 最新首次新領失業救濟人數持續回落 同時全國住宅建築商協會流市指數 亦合符市場預期地處於近年市位 進一步確定美國經濟復甦的勢頭 此外,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於上星期的聽證會中再次重新 今年內加息為恰當的預期,同時,他亦預期美國經濟會於下半年 如下時間繼續增強,不過,他亦強調首次加息 並不代表加息週期的開始,聯儲局將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調高利率 中國方面,內地公布第二季及六月份多項經濟數據 中國第二季國民生產總值GDP成功補七,惡年升百分之七 高於市場預期的百分之六點八 此外,國家統計局亦預期下半年經濟將延續上半年緩慢向好的趨勢 另一方面,中國六月份工業生產內年升百分之六點八 零售銷售易錄德漢年百分之十點六的升幅 反映內地消費能力仍然穩健 內地數據理想,加上中央積極地出招救市 相信內地股市於短期內將會回穩 股值方面,截至上升期五 巴西的2015年預測市盈率為14.4倍 略高於其合理值,加上更一商品價值回落 對當地股市繼續造成打擊 投資者應考慮減持相關基金 黃展威夫andsupermat.com 總經理 總經理 結束 感谢观看